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可能吧 小哥小哥你能听我说话吗 我说了没有 我的意思是现在叫外卖太方便了 方便吗 对啊 因为很不方便吧 你不会遇到很多奇葩的事情吗 就你打个电话他就给你送过来 很方便啊 怎么可能我们来试一下 好的 你好我想点一份外卖啊 有病吗打错了 我不可能打错 我们得有对话要有对话的 你好我想点一份外卖啊 欢迎来电中文请按一 英文请按二 二 我得白 不会说英文就不要提供英文服务好吗 直接点餐嘛 你好 你好 我想要一份烤鸭 好 先生听你这个声音 一份应该不够吃吧 听声音就听出来我食量大了嘛 我就要一份 抱歉先生 单点不送啊 那你这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 我们还有佛跳墙 可以来一个 先生要哪款呢 我们有如来佛跳墙和弥勒佛跳墙 太详细了吧 先生如果不喜欢呢我们还有仿佛跳墙 仿佛跳墙 就他仿佛要跳又仿佛不跳的样子 他到底跳不跳吗 决定饿得佛吗 先生具体要哪款呢 你这个菜太奇怪了 你这样吧 我就要两只烤鸭吧 先生我跟你说了 一份不够吃嘛 这你们店的规则问题吧 先生前面送到哪里啊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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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址会有人知道吗 我不会想让我 就是示意一下 大家应该都懂的 好好马上送到 靠靠靠 你好 你好 请问是别说话 闻我的纯先生点了餐吗 没必要起那么非主流的名字 你跟我形象有关就好了 靠靠靠 先生点了烤鸭 稍等我帮你骗一下好吗 亲 先生你点点的烤鸭 现切的呀 你有这功夫 不至于送外卖了吧 拿好 还有我们店长 为你画的小画 是一只可爱的小脑斧吗 是清明上河图 我不要清明上河图 这个酱怎么撒了 不是我弄的 不是你弄的谁弄的 跟观众没关系 你帮我处理一下就好了 拿嘴吗 你拿纸擦一擦好不好 有道理 擦嘴啊 你应该擦满吧 灯木 你演得太奇怪了 你这样吧 我给你做个示范 所以现在是我要叫餐吗 对对对 好不好 你好 这里是沙县小吃啊 沙县 沙县 沙 沙 沙沙 沙沙沙 沙沙沙 你好 这里是兰州拉面 好的 我要一份拉面 好的先生 那请问您机会什么 好 我机会唱歌 又会跳舞 考证秀才艺来了吗 先生 我是问你具体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可不可以帮我画一幅那种小画 可以 没问题先生 麻烦你帮我画一幅清明上河图 我画不了 我画不了 好 那赶紧送过来吧 好的先生 那请问送到哪儿啊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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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 这两个巴拉巴拉不是同一个地址啊 赶紧送过来吧 靠靠靠靠 靠靠等啊 靠靠靠來了 先生 你是住防空洞里了吗 巨蟹座比较没有安全感 先生 你点的餐 哎呀 别玩了 大仆 别玩了呀 小胖子腿灵活的嘛 等一下 你是不是偷吃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胖子呀 她也没礼貌了吧 哎呀 再给你拿一份 先生 先生 二十块钱你怎么支付 那 二十块钱有必要拿支票吗 我的签名照 我要你签名照 哎呀 先生 最后一份的 先生 请问家里有什么垃圾 需要帮您处理的吗 先生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垃圾吗 老婆老婆 老婆是垃圾吗 垃圾拿过来 吓死我了 来 这是我儿子 你够了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沐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池动物 哎呀 慌慌 今天我们要聊聊爱情 对 你期望中的爱情应该什么样的 我其实特别想体验那种 偶像剧里的爱情 这个我熟啊 是吗 就是那种恋爱之后 然后发现家族破产 郁郁寡欢流落街头 被车撞到失忆 去医院查出十二种癌症 要输血的时候发现 你的女朋友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这种吗 这也太惨了吧 偶像剧一般都这种设定了 太惨了 我说的是偶像剧里面美好的一面 比如说 就我们相识在校园的图书馆 我们挑中了同一本书 手指碰到彼此 然后四目相对的那种爱情 太久了 对 这样 陪我演一下好不好 陪我演一下好不好 陪我演一下 好吧 哪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这本 不是 那本 碰一下呀 要碰一下呀 一定要碰啊 当然要碰一下吧 老公 有人耍流氓啊 结婚了吧 演个单身好吧 好巧 好丑啊 我们有一样的胡子 演个女人好吧 演个女人啊 性别也要卡这么死吗 当然啊 好巧 好巧啊 你也喜欢这本书吗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我的 让一下好不好 让一下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只有一本了 那给你吧 好的 来回让一下好吗 来回让一下呀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可是就剩这一本了 那给你吧 还是给你吧 好的 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 你这完全没有要让的意思呀 偶像剧嘛 一般开头都是这样了 哎 邂逅作为偶像剧的开头 确实没问题呀 那接下来 就应该是我们浪漫的婚礼了 那你觉得什么场合比较适合呢 我想找一个特殊点的地方 就是可以追忆青春的那种 啊 这种 欢迎大家来到二位新人的婚礼现场 你是主持人呐 今天二位新人别出心裁的把婚礼 我奶奶太敢穿了吧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男方前女友方阵 前女友还有方阵吗 这是一个一乘一的方阵 一个人也没必要是方阵了呀 你的前女友把她的新婚禾里扔向了舞台 哦 这是什么呀 标枪 她是要干嘛呀 渣男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 现在以百米速度向我们跑来的就是新娘 太快了 跑过了呀 又回来了吗 至此本次婚礼已经过半 接下来进行本次婚礼最重要的环节 应该是那个交换定型信物了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跟我们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啊 今天下一个环节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新娘想要问新娘的问题啊 哦 好的 如果新娘和你妈妈一起掉进大海 你要救谁 救新娘 BB错了 救我妈 BB错了 那到底救谁啊 救救大海吧 这是什么机啊 环保支持测试题 这这鸡跟我婚礼完全没有关系吧 接下来有请二倍新人交换定型信物 哦 好的 男方掏出了他胆结石定制的戒指 钻石 男方从他胆里掏出了钻石 从兜里 男方从他兜里掏出了胆 我为什么要掏个胆啊 想着爱情的勇气 从兜里掏出钻戒 新娘掏出了钻戒 有个人尖叫了 戴在了女方的鼻子上 戴手上就好了 好了 有请新娘交换定型信物 哦 这是什么呀 满满的一缸金鱼啊 哦 金鱼 这是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金玉满堂是吧 哦 不是啊 他只想说 你呀 好多鱼 这完全不是他想说的 是你想说的吧 婚礼到此结束 婚礼之后啊 就应该是我老婆怀孕了 这么快 然后我在产房外啊 焦急地等待 这就迎来了偶像剧的结局 结束了吗 对对对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我不是医生 我是来送桶装水的 看枪 没必要演这个角色吧 演个医生就好了呀 哦 医生 麻烦你了 放心吧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深呼吸 用力 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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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恭喜啊 哦 这是我的孩子啊 好丑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刚不是我说的 是你的孩子对你说的 孩子怎么可能说话嘛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轻探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先生 你拿反了 我怎么可能拿反嘛 先生 小心你的孩子 我可以去看看我老婆吗 当然可以 这边请 哦 老婆你辛苦了 你瞎吗 我是医生啊 哦 老婆你辛苦了 我是护士 请问你是我老婆吗 怎么 老公 你失忆了 哦 没有没有 老婆 你看这是我们的孩子 哇 跟我长得好像 哦 是啊 你看我们仨有一样的胡子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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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啊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幻幻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你有没有想过啊 如果某一天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的话 该怎么办 先跟老板请个假吧 请什么假呀 我说的可是荒岛求生啊 这里也太难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练习一下 对 就假设 我们现在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 然后我们在沙滩上醒来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 无人机 无人车 还有无人超市 太现代了吧 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 好吧 我们正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那个牌子上写着 无人岛 门票20 旅游景区嘛 荒岛 荒岛求生 好吧 我们正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是来营救我们 是不是 好 谢谢啊 我们得救了 赶紧走吧 太快结束了呀 还没来得及练习呢 好吗 我们现在在无人岛 所以第一件事情啊 应该是搜集物资 我找到一盒火柴 我找到一只蝴蝶 春游来了吧 春游嘛 你找点有用的好不好 你找到什么 找一个叫贝尔的老外 来呀 来 太有用了呀 有了它 我们没必要冒险了吧 你能够找得有意义的 嘘 你找到什么 我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 早干嘛去了呀 我们啊 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 好 嘘 我找到个椰子 找到个吸管 打不开吧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电钻 没有电呀 我找到个椰子 找到个发电机 你找发电机干嘛 没有这些啊 没有这些 你干脆找送船好了 有船吗 没有船啊 对啊 而且现在椰子是不够的 如果要是能下雨就好了 好 哈哈我有它呀 这是什么呀 太平洋小岛上的蝴蝶扇一扇翅膀 拉斯维加斯就会下一场大雨 拉斯维加斯下雨 跟我们这没关系吧 要这里下雨吗 当然呀 我来呀 老婆婆 我永远爱你 渣男发誓嘛 水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雨下得也太巧了吧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 正好刚才捡了颗火柴 但是被雨淋湿了 对哦 这时候如果有火鸡 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 有火鸡没必要要火柴了呀 我们试一下吧 有火鸡还要火柴干嘛 果然是火鸡更有用吧 对吗 最后一根了 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有一个火鸡 灭了呀 你屈什么愿望啊 现在只能用石头来打火了 玩什么石头剪刀布啊 而且明明知道我说石头 你也会输嘛 现在火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解决 食物的问题了 对 捕鱼是吧 你觉得这个格子捉布怎么样 你铺什么捉布啊 现在是让你去捕鱼 让你去捕鱼啊贝尔 没有贝尔了 现在要是有一个网就好了 我带了呀 你是穿着网袜上岛的吗 我让岛的还带上这种设定干嘛 真的有鱼 还有螃蟹 还有龙虾 还有龙王 怎么会有龙王啊 你刚 为什么不下雨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下雨 好笑啊 你也太不做任何人家龙王了吧 哎 你看啊 今天我们就有一顿海鲜大餐了 但是我海鲜过敏哎 早说呀 早说我们去森林里摘果子好不好 森林里也会有食人族吧 食人族 在无人岛 早饿死了呀 对呀 你看 这个树上有果子 这也太高了吧 我们把它摇下来好不好 摇我干嘛 摇树啊 摇同一棵树啊 咯 咯 苹果 咯 咯 香蕉 光鸡 榴莲 所有水果场一棵树上了是不是 哎大牧 你看我们解决了水火和食物的问题了 对呀 温饱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 接下来就应该 挑起战争 你够了吗 好 谢谢大家 虽然一些服务员有点烦 会给你推荐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就是人家的工作 而且有说他们过于热情 热情点很好啊 喜欢这种 先生先生 要不去我们店里看一下 可以啊 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 太远了 堵我们家门口了吗 你在店门口欢迎我就好了呀 你好先生 欢迎光临韦多利亚的秘密 那一店嘛 要一个男人的店啊 你好先生 欢迎光临贝克汉姆的秘密 夫妻店嘛 你好先生 你这个消费能力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店呀 怎么说话呢 你是服装店员 你要复合我 好的 没事我就随便看一看 先生这是个随便的人呢 这句不用复合了呀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这件连衣裙 真的很适合先生呢 我不会卖连衣裙的呀 这件多少钱 六千八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吧 这件呢 七千二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 这件多少钱 这件先生 也就那么回事了 瞧不起我嘛 你瞧瞧便宜点的是吗 先生 可以看看啊 来试试我这条 我不会买你穿过的吧 也穿不上的 哎 哎 哎 那个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 穿起来显瘦点的衣服啊 哦 先生想买瘦衣啊 太不吉利了吧 那先生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呢 哦 我想要的风格 就是那种高冷的 就是越高冷越好 哦 先生想要珠穆狼马风啊 谁会穿个衫在身上啊 穿衫甲呀 穿什么衫甲呀 这样吧 哎 你啊 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 好的 先生要试试复古风怎么样 哎 复古风可以啊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这也太复古了吧 不喜欢吗 嗯 要不试试未来风 哎 未来风可以 先生试下这片树叶 这不还是树叶吗 帮帮钛钛合金的呀 这跟材质没关系吧 它还有一个特别未来感的功能 嗯 面部解锁 这也够不着呀 啊 还是不喜欢吗 要不试试混搭风怎么样 哎 混搭风可以啊 先生试下这片T恤 嗯 来 先生试下这片肚兜 这也不是很中国风吧 稍等一下 还是条鲤鱼 网上这个真的好吃啊 也 蛮符合先生的style呀 这是年卦娃娃吧 您喜欢吗 我不要这种吧 不要这种吧 哎 我觉得这件就不错 哦 喜欢这件什么 嗯 从模特身上扒是吧 没有 另外一个客人呀 这客人太随和了吧 这是本店限量款 全球限量5000万件 太多了呀 啊 这件编号是000001 好 一件没卖出去是吧 先生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就要这件吧 喜欢这件是吧 嗯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大声说出来啊 有跟衣服表白的吗 每件衣服都是有灵魂的 嗯 你要跟它产生爱的连接 来 我现在假装下衣服 哦 我喜欢你 滚 好 先生 这件衣服好像并不是很喜欢你 这是你想说的吗 这是你想说的吧 我就要这件 哦 要这件什么 嗯 先生要什么码的 嗯 没有 S M L C L C L C L 你是在嘲笑我吗 嗯 C 你听好了啊 我就叫XXXL 好的 先生要什么颜色呢 哦 你这都有什么颜色 哦 您说下你的职业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组配色 哦 还有这样的服务是吧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哦 那我为你推荐 一球二 白 起早贪 黑 还有面容死灰 太真实了吧 太真实了呀 蛮符合你的职业啊 我 我其实啊 比较喜欢那种亮一点的颜色 好 来 人老猪 黄 我知道这件了 啊 好的 好吧 我们这有一个原著非洲保护栋公益活动 是否有参加一下呢 公益活动可能要参加的啊 今天消费598元 每满100元呢 可以免费领养一个非洲大象啊 我养不起吧 这个没法养啊 我们还有一个满减活动 哦 今天消费598元 满600可以减100 哦 这个可以参加 但是我觉得你们店的衣服都挺贵的呀 也有便宜的 哦 12块钱一斤的鲤鱼 够了吧你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哎 慌慌 已经半决赛了 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我其实现在想挑战的角色挺多的 比如说 超人啊 绿巨人啊 白雪公主啊 美国队长 等一下 白雪公主吗 对啊 要挑战白雪公主吗 我能演白雪公主啊 白雪公主 大战哥斯拉 不要家与我无关的角色好吧 哥斯拉 我要演的是白雪公主好吧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能不能演个圆版好吧 很久很久以前 白雪公主出生了 啊 啊 啊 她刚出生时 有足足300斤 太胖了呀 比我妈都胖了吧 她一天天地长大 成为了王国上下第一的勇士 美女吧 于是同时在皇后请宫 摩镜摩镜 哎 我在 C瑞啊 你要问她问题啊 谁是本次大会的冠军呢 皇后也看脱口秀啊 摩镜摩镜 谁是最美的女人 啊 白雪公主吗 又买到假货了呀 咔嚓 没必要吧 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食量 美貌 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 公主采了菊花 蓝花 太阳花 还顺便拔了颗垂扬柳 这是鲁之身吗 就在此时 皇后派出的杀手出现了 咔嚓 你就是白雪公主的保镖吗 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啊 我给你准备个泪口棺材啊 不要杀我 埋小了吗 不要介意我的身材了好不好 看起来瘦死吧 不要杀我 吃了我的减肥药 肯定会瘦的 瘦到死嘛 不要加这些没用的东西好不好 看起来 准备瘦死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猎 猎人 因为公主令人发指的可爱而饶过了她 没必要诈这个词啊 逃过一劫的公主遇到了小白兔 她开心地说道 好可爱啊 一半红烧 一半包摊 太残忍了吧 小白兔换了换耳朵 跳进了丛林 公主紧随起后 她躲过了第一棵树 躲过了第二棵树 撞到了第三棵树 太凶猛了吧 她继续奔跑 她跨过了小溪 跨过了树桩 跨过了高考分数线 白雪公主也参加高考吧 她继续奔跑 她跳过了小溪 跳过了树桩 跳过了广告 哪来的广告啊 懒人畅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 就是开心 还真有广告啊 白雪公主 忽然来到了小木屋前 她长舒了一口气 吹倒了小木屋 这是三只小猪的剧情吧 正常剧情来啊 公主敲下了房门 靠靠靠靠 枝嘎你谁啊 你好我是白雪公主 我是小矮人啊 小矮人太高了吧 你矮一点好不好 靠靠靠 枝嘎没有人啊 看大 啊 有人敲二楼窗户吧 下面啊 没有人啊 一楼屯吧 下面啊 枝嘎没有人啊 二楼窗户吧 下面啊 没有人啊 二楼窗户吧 枝嘎没有人啊 二楼窗户 啥 没有人啊 有人啊 见一面吧 太累了 你好 我是一个七胞胎 不要说演艺演员的台词 公主和小矮人终于相遇了 他们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 皇后要扮作女巫 来毒害白雪公主 呃 ках 你好 你是白雪公主吗 是我这里有一个西瓜 没必要加大毒药的剂量 吧 启用墨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车苹果呀 一个就够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哦 这个苹果不会有毒吧 当然不会 王后太傻了吧 你给我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 陷入了沉睡 她的呼声吸引来的王子 这也太香了吧 你就是白雪公主吗 你回来呀 至少带我走吧 你就是白雪公主吗 喂 白家公司吗 我这有个大伙 叫什么奔家公司 救我就好了 救我 公主啊 快醒醒吧 快快快 你的假牙 我土的是苹果呀 苹果吗 王子 是你救了我吗 对啊 那我要嫁给你 我草率了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没有机会 你要娶我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 王子娶了公主之后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呀 的心都有 你太不讲道理了 什么翻译 不要在这个时候翻译好不好啊 故事讲完了 你这讲的什么故事啊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够了吗 好 拜拜